Hello 大家好 跟大家看一條短片 不知道大家跟女朋友或男朋友 吵架的時候會怎樣 或者分手的時候會怎樣 會不會打打架還是和平分手呢 那我們就不知道 我們首先今天看一條影片 再跟大家說去片 可以嗎 你看保安在中間走過 好 想一下這個男人 張真的跟女人吵架 在他的行李拿東西出來 一隻丟 然後叫他撿啊 撿不撿啊 好了 就是這樣 我首先就先 他們什麼事吵架我們不知道 到底誰對錯我們都不知道 但只看來講 就這樣把行李扔到街上有什麼意思 而且始終男方和女方有分別 男人這樣發瘋 其實我就不好了 那把行李扔到街上 那女人旁邊就有很多行李 那行李怎樣呢 那這個男人這樣一走了之 又是想怎樣回家 這個地點就是香港機場 大家都認得的了 事後怎樣真的不知道 我正常來說 這些一定分手 我想問一下女生會怎樣看 如果你的兒子這樣對你 你有沒有辦法可以忍受到呢 回到家可以怎樣面對他呢 如果這樣也不分手 我也想了解 訪問一下她們的看法 還有我想問女生有這麼多行李 怎樣拿回家呢 她們訂了機票又怎樣呢 為什麼臨去旅行應該開心 機票呀 酒店吃宿都怎樣呢 男人這麼生氣 都不外乎幾一元 我假設她沒有精神病 應該就是 發現是戴帽子 男人生氣 一定是戴帽子 那如果是戴帽子的話呢 那可能會是情有可原 可能那件 扔下街那件 會不會就是跟 契家佬的一些東西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看 或者他們剛剛去完旅行 或者去完日本回來 因為 然後兒子就知道女兒 原來是 外面收了契家佬 就特意在日本 買一些手信給她 然後她就把這件東西 踢了下去 撿吧 撿吧 一氣之下 就走一走 純粹FF 不知道為什麼 無論怎樣也好 只這樣看這件事 都不知道怎麼說 你們大家怎麼看呢 但我們換個配音 會不會好一點呢 我們來看看 李華道一個轉身 避開籃子 然後腳踳上去 舔手便的 契家佬 ownership 輪廊最高 模拼 巴西隊在44分鐘 遇到完場幾拍 時間上台 即是有一些選擇 世界杯熱潮 可能兒子想試一下自己的腳法 我們這次影片來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